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场全球的大变局 深刻地影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前段时间总有朋友问我说 这么复杂的局面 我该怎么办 大家都特别特别地焦虑 其实我也很焦虑 但是焦虑有用吗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改变不了 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 假如你的心态变得积极 你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我呢找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改变 就是走路 每天坚持走十公里 然后能不能连续走一个月 当我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任务以后 说实话压力挺大的 因为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太疯狂了 我也很怕自己做不到 但是一想没关系 先迈开步直接走吧 就这样每天早晨 迎着太阳 一直走 走着走着 你的内心就能重新感受到 内心的平静 和温暖的力量 而且 向前每多走一步 热爱和勇气呢 就会多一分 走着走着 大家知道上个月我走了多少公里吗 上个月我走了318.11公里 我算了一下 平均每天走了10.5公里 平均每天走了一个小时50分钟 就这样 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今年呢是小米10周年 我们呢原来准备了极为盛大的 几万人的大型庆典活动 因为疫情呢只能取消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10周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我觉得生活呢还是需要一些仪式感 生活呢更需要我们 积极地去面对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想了想以后呢 我决定呢办一场演讲 来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 同时呢 也对所有关心支持小米的朋友们 做一次完整的总结和汇报 10年前呢 我和一群小伙伴一起创办了小米 那个时候的手机市场 主要是国际巨头把持 有诺基亚 摩托三星 这些国际巨头 国内呢也有中华库联 就是中兴华为联想 这些国内的大公司 还有铺天盖地的山寨厂商 大概这就是当年的手机市场 但是呢国产手机呢 做得很一般 所以整个市场呢 都是由国际巨头所把持的 作为一个手机发烧友 我有点不服气 作为一个创业者 我就更不服气了 我就在想 我们能不能干净伟大的事情 做一款全球最好的手机 只卖一半的价钱 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 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手机的创业者 一个中半生从零开始的小公司 要做全球最好的手机 这听上去就不靠谱吧 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看上去 听上去都不靠谱的目标呢 当时我灵机一动 想了个好主意 我说你看看啊 他们都是硬件公司 假如我们用互联网方式做手机呢 假如我们把软件 硬件互联网融入成一个整体呢 这样我们有没有机会 另辟蹊径 假如我们这三样都精通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 纯硬件公司进行降位攻击呢 就这样 我想出了铁人三项的模式 并且找到了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呢 这个捷径要打引号啊 我想了一个什么捷径呢 当时硬件最好的是摩托 软件最好的肯定是微软 不能往最好的是谷歌 我在想 假如把这三个公司的精英 全部凑在一起 会不会就能够做成铁人三项呢 我找的第一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大家应该都认识啊 我找的第一个人是林斌 他当时呢 是谷歌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 他当时想出来创业 做一个在线音乐公司 我跟他说兄弟 咱们干把大的吧 然后我就在餐巾纸上 给他画了一个铁人三项的图 说实话 他没这么想就答应了 所以呢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第一个人 这样林斌就成为了小米的二号员工 但是呢 像这么顺利的事情啊 其实是挺偶然的 接着呢 我又找了十个谷歌的工程师 有的人甚至谈了两遍三遍 结果没有一个人来的 哎呀我当时真的很绝望 知道我谈到 第十一个谷歌的工程师 他是谁呢 洪峰 他一见我 一上来问了三个问题 你做过手机吗 我没做过 你认识钟一栋的老板 王建宙吗 我不认识 你认识郭台铭吗 郭台铭我认识 不过他不认识我 这真的是我跟他讲的原话 结果洪洪这三个问题一问完 我就傻了 肯定没戏啊 我是出于礼貌 就陪着冯冯大聊了两三个小时 最后冯冯站起来做了一个总结 冯冯是个工程师啊 他站起来做一个总结 说你这个想法啊 不太靠谱 不过呢 可以试试 说实话那一瞬间 百感交集 我觉得我自己中彩票了 我就这样的搞定了第二个谷歌的同学 总之呢 一个外行来做手机 找人遇到的困难 比大家想的多太多了 其实我在面试这些牛人的时候 这些牛人也在面试我 就相当于我被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哇 那个过程 那个感受是非常不好 我记得呢 在那段时间里面 有一个人 两个月的时间 我跟他谈了至少十次以上 甚至有几次 一聊就是十个小时以上 我就是用这样的毅力和决心呢 组了一支还不错的团队 在当年的创业公司里面 绝对算得上超豪华的梦之队 经常有企业家和创业者 跟我抱怨 说找不到人 我觉得找人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找不到人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我在小米创办的第一年 我花着找人上的时间 超过了80% 我几乎每天都在找人 所以我的经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找人呢 不是三顾茅庐 找人呢 要三十次顾茅庐 假如你有 假如你有我这样的决心的话 我不相信 组不成一支像样的团队 当我们的团队组好以后 我们就开始创业了 2010年4月6号 我们十几个人 在中关村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面 大家一起喝了碗小米粥 就开始闹革命 但是呢 我们都不懂应接 我们就决定了 从我们最上产的软件开始 直接干操作系统 干操作系统呢 没有自己的手机 做研发怎么办 没关系 用别人的手机做研发 当时我们就在HTC 在手机上做研发的 操作系统很复杂 我们十几个hold不住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找个 开源系统干就行了 当时呢 安卓刚刚开始 我们就这样成了 国内第一批干安卓的 当然 操作系统呢 还是操作系统 它的功能极其的翻多 怎么办 我跟大家说 没关系 我们就把米外 当一个互联网应用看 我们想一想 在那个年代的智能手机里面 用户的痛点是什么 用户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 能不能做得越少越好 结果大家一总结 在那个时候的智能手机 大家觉得 其实挺难用的 能不能下决心把 打电话 发短信 通讯录 桌面 干好 就足够了 说实话 做个操作系统 只做这四个功能 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我们就真的只干了 这四个功能 我们十几个人的团队 我们集中了全部的资源 干这四个功能 结果真的只用了两个月 米外的第一版就做好 第一版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找用户测试啊 所以呢 我们就办了一个论坛 然后增肌 勇敢者来测试 但是呢 米外它毕竟不是一个APP 它最难的是什么 要刷机 你得有个智能手机 得把你的操作系统 刷成我们的 刷得不好呢 还有可能 把你的手机刷成砖 在这么大的风险下 敢来刷机的人 其实是不多的 我们增计了两个星期 来了多少人呢 来了一百个人 当时我们团队 感动得不得了 我们在想 这一百个人 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人 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感激他们呢 在这个时候 一个同事提了一个主意 我们能不能把他们的名字 写在手机的启动画面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 一般手机的启动画面 都是公司的logo 我们认为用户比公司的logo重要 于是我们真的这么干了 我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到了 米歪的启动界面上 2010年8月16号 米歪正式发布 这一百个用户下载了米歪 把他的手机刷成了米歪 当他一开机 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立刻被震住了 因为他们真的受到了一个厂商 非常大的尊重 我相信这一百个人 在当时的一瞬间 一定被小米的诚意所打动 那个时候 我们是个很小的公司 我们也没有做任何推广 我们的米歪一上来 只有一百个用户 但是呢 这一百个人对小米特别的支持 他们几乎每天都泡在论堂上 给我们提各种各样的意见 我们只要觉得有道理的 我们立刻就赶 一个星期之后发布 第二个星期 用户翻了一番 到了两百个 第三个星期 又翻了一番 四百个人 第四个星期 再翻一番 八百个人 反正那个时候 这几百个用户 都让我们激动不已 当然啊 这个基数还是很低很低 米歪真正的爆发 是哪个点呢 是米歪正式发布 一个多月以后 2010年9月20号 发布了一个月零四天 在一个全球的技术论坛 XDA上 有一个大神 写了个帖子 强力推荐 我前两天 把这个帖子找出来了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推荐的 这个推荐的语言 极为夸张 有人听说过 这个弱母吗 我这辈子 从未见过 这么疯狂的弱母 它运行起来 又快又流畅 界面全部 重新设计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大神说 你听说过没有 它无比的震动 它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团队的作品 令人惊艳 当时 我们就是中关村 刚创办了一个 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而已 大家设想一下 旅外第一版 做得有多么惊艳 我们把操作系统 这么复杂的工作 当一个APP来做 我们用了全套的 互联网的方法呢 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 互联网的这些方法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了这位大神的推荐以后 我们在全球发烧友心里 就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这时候呢 全球的网友 就开始 把我们翻译成 各种语言的版本 帮我们撕配各种手机 在各个国家 办米粉论坛 帮我们推广 就这样 一场轰轰烈烈的 全球群众运动 就开始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 全球米外拥有了 三十万的用户 这为我们 之后做手机 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所以谈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说用互联网模式 做手机啊 本质上 就是用互联网的方法论 来做手机 那么互联网的方法论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是我大概十五年前总结的啊 就是专注 极致 口碑 快 当米外开始起步以后 我们会了 九流二辅志利呢 组织了一个 还是非常好的硬件团队 应该是我们能找到的 最好的硬件团队 主要的骨干呢 都来自于摩托 我们就兴高惨烈 开始做手机了 结果 一出门 就撞了个大钉子 我们撞上什么了呢 我们要做全球最好的手机 我们当然要用顶级的供应链 可是顶级的供应链不理我们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了 顶级的供应链 不是中关村一个小公司 靠砸钱能搞得定的 但是 如果我们不搞定这些顶级的供应链 我们怎么做全球最好的手机呢 我们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困难 在这个时候呢 我跟大家说呢 别怕 咱一定得搞定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吧 在那个时候 屏幕最好的是下谱屏幕 我们去找下谱 人家不理我们 甚至连面都不见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就动员了我所有的朋友 帮我找 谁认识下谱高层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以后 给我一个见面 介绍小米的机会 我就要这么一个介绍的机会 最后呢 我们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搞定了 我找了我们金山软件 日本分公司的CEO 他去找了三井商社 三井商社再去找了夏普的高层 然后搞定了 让我们 3月26号 去日本大阪夏普总部 去见个面 在我们锦罗密鼓的准备 这么说服夏普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大事 3月11号 日本大地震 日本的核电厂泄漏 那个时候 整个日本都在核辐射的威胁之中 说实话 核辐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去不去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问题 我们仔细研究完以后呢 这个大阪的核辐射呢 没那么严重 应该可以去 但是一想到核辐射 你还是会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犹豫来犹豫去呢 但是夏普这个机会 见面的机会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搞定 所以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决定呢 我们一定去 而且是我们三个联合创始人 一起去 到了那天呢 我林宾 刘德 我们到了机场 一登上飞机 整个机舱里 只有我们三个客人 到了大阪 到了夏普的总部 整个楼空空荡荡的 只有我们一波客人 我呢特别想找一张 我们三个合影的照片 来展示给今天的听众 大家看一看 但是我找了好久 一直找不着 最后在我十年前的一部 手机的SD卡里面 只导了一张照片 就是我拍的 刘德 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小米手机的第一代 是卖1999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故事 是什么呢 这款手机 小米手机第一代 原来计划卖 1499 大家知道吗 各位想一想啊 卖1999 当时的市场都沸腾了 假如卖1499 不会炸裂吗 那这中间发生什么了呢 所以呢 我们 到了2011年8月份 我们的手机 基本上快做好 团队来找我说 成本冒了 我说冒了多少 我们原来的成本是1500 结果成本冒了500 变成2000了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跟我说 因为我们找的都是 顶级供应链 人家愿意帮你干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能跟人砍价吗 开不了口啊 所以人家给我们什么价 就是什么价 甚至我们还需要提前 三个月给钱 人家才愿意帮我们干 所以没招 成本过了500 哎呀我当时可郁闷了 各位想一想啊 我们成本2000的手机 要是卖1499的话 每台机器亏500 当时我们还大胆地预测 要是卖1499 可能能卖30万台 加上研发成本 加上运作成本 你发现一上来 公司要亏两个多亿啊 这公司肯定要关门的 所以呢我们几个人呢 商量了几天几夜 商量不出一个结果 我就去跟投资者谈 结果投资者还挺豁达的 说其实这也没啥 就是你作为一个外行 进来玩的门票 只是你买不买得起 这张门票而已 我一想这门票也 忒贵了一点啊 两个多亿 哎呦我真的是好几晚 都没睡好觉 最后呢 我们几个人一商量 管他们豁出去了 就干1999 当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呢 我就开始准备发布会 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 也一直忐忑不安 在发布会的前一天 我们还在商量 这要卖不出去又怎么办 你看我们把 铃币也忽悠来了 冯芬也忽悠来了 忽悠了一百多人 加入了我们小米 这怎么弄啊 我们提前一天真的是紧张的不行 好 我们到了2011年8月16号 小米手机发布 那天中午 那天中午 我一到现场 我们的发布会 你三层外三层 全部挤的是人 你们知道有多夸张吗 我是主讲人啊 我到了发布会门口 我挤不进去 我真的挤不进去 我只好打电话 叫了四个标型大汉啊 就我就已经算转了 再找了四个 比我更转的同事 然后挤进去了 我记得我当时 还有个好朋友来 叫孙涛安 来到会上 你跟我打电话 说他也挤不进来 我们拿着门票挤不进来 所以呢 那个米歪强大的基础 是小米手机第二发布的时候 那个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有非常多的米粉 到了现场 我刚一坐下来 发布会还有五分钟 要开始 阿尼 我们一个联合创始人 跑过来跟我说 老大 我们得马上开始 说要再不开始的话 会挤出人命的 哇 那个会场真的是 很挤很挤 我说好 我们开始 这就是小米的第一场 发布会 是提前五分钟开始 然后呢 我就在会场上 讲了一个多小时 小米手机 其实我内心很忐忑 就这个手机 到底慢慢卖得出去呢 当我在台上公布 1999 台下整个恍惚了 掌声长达半分钟 在那一瞬间 我都有点守住无措 我基本觉得 小米手机成 小米手机成 然后呢 我们也一直找不到 那个时候的那个录像 前不久呢 一个同学呢 贡献了这段录像 他用他的手机在现场 把这一幕拍下来了 那个我放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希望能够满足 本身要的自由价格的目标 所以我们采用了 建筑的手段 你都把其道成本 全干掉 我说好的产品 会顺利讲话 我们要把产品 进到 不够便宜的价格 就这样我们第一次预定 我们原计划一年卖三十万台 我们第一次预定 就预定了三十万台 这三十万台的订单 我收到以后 既激动 又痛苦 为啥呢 我们是个小公司 我们第一没有足够的钱 生产这三十万台 第二个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 生产三十万台 所以之后呢 我们磕磕绊绊绊 磕磕绊绊的 大家也知道 我们经常一个星期 只能卖一次 一次只能卖两三分钟 这也是被很多网友所误解 骂我们饥饿营销 我为了准备这个PPT 网上财务仔细算了一下 就是在炉子饥饿的情况下 你们知道小米手机 第一弹卖了多少台吗 七百九十万台 然后呢 我们就建立了 一个叫红米计划 然后这个项目呢 干了快一年时间 这个拿出来了 但是呢 我用了一下 我实在不满意 我觉得它的用户体验呢 比我的要求呢 有差距 我就毫不犹豫决定 推导重干 当时呢 很多同事们都很惊讶 这就意味着 四千多万的研发成本 打水漂了 那是一二年啊 四千多万的成本 打水漂了 所以呢 后来大家买到的 第一代红米手机 在我们内部叫H2 已经是我们内部 研发的第二代了 到了13年7月31号 红米手机呢 就正式发布了 我们在金山软件 借了一个会议室 我们仅仅花了两三百块钱 做了一个背板 然后我们连投影机都没用 还是用了一个电视机 我们就这样发布了 红米手机 但是呢 这个红米手机 威力有多大呢 它一经发布 就引起了全行业的地震 有多火啊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借着 金山软件的会议室干的 第二天连金山软件的股票 都狂涨了 最后呢 整个红米手机的第一代 卖了4460万台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谈到这里啊 可能大家看到的是 小米手机的成功 红米手机的成功 但是这背后呢 是无数艰难的抉择 每一个选择的背后呢 都是巨大的风险 都是巨大的风险 如果我们不是冒着 核辐射的危险 去搞定下谱 去搞定所有核心供应商 我们怎么可能 一个外行来做手机 能做出小米手机 第一代这么强大的功能 如果我们不是下决心 把原计划1499改到1999 冒着卖不出去的风险 如果红米手机第一代 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那个不成功的版本的话 它也不会取得 这么好的口碑 和这么大的威力 没有任何一个成功 是不冒风险的 只有直面风险 活出去干 才有机会成功 所以我自己在总结 小米的手机业务成功的 关键的时候呢 我觉得 就是直面了所有的风险 有活出去干的决心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 小米几乎成为了一个现象界的话题 而且呢 有一群人呢 在拼着命学小米 当时全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手机 奇奇古怪了 这个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小辣椒的创始人 王小燕 加入了小米 他在今年年初的一次 内部的小规模的分享会上 跟我们讲了讲 他当年是怎么学的 说实话 我们引来了我们大家 通膛大笑 所以呢 在那个年代里面呢 大家都在学小米 也有很多企业家 创业者 到我们小米公司来学习 当然 几乎所有的我们的手机同行 也都来过小米交流啊 当每一个客人到我们的小米 我们都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说实话 我们希望呢 互联网模式 能帮助到每一个企业 能推动社会进步 有一个企业家就挑战我说 小米模式太复杂 这个模式只有你雷军能干得了 我说不可能 我说我做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呢 14年年初呢 就建立了一个生态链的计划 我们希望用五年的时间 至少孵化100家生态链的企业 改变100个行业 这就是我们14年年初的目标 经过六年多的时间呢 我们互化了100多家生态链的企业 做出了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好产品 每一个产品背后 都是一家非常专业的生态链企业 可能大家就很好奇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跟大家举个小例子啊 比如说 14年15年一个热门的话题 很多中国人到达东京 抢购电饭包 成了社会现象 我就想纳闷了 我们决定呢 孵化一个生态链企业叫纯米 主供电饭包 一定要比日本做得好 就这样的话呢 我们干了一年半时间 2016年这个电饭包发布 定价多少钱呢 999 999 日本一个电视台买了几台 跟日本五六千块钱的电饭包 做街头盲测 就是用这两个电饭包做饭 做完了街头请大家来吃来尝试 结果60%的人说 米家的电饭包做得好 后来呢 我们这个电饭包呢 就卖到日本去了 在日本也卖得很不错 那段时间呢 真的是阳光灿灯的日子啊 回想起来 有非常多美好的事情 当然 在那段日子里面 我们也干了不少蠢事 比如说 和董明珠打赌 这是我第一次啊 在公开场合里讲这件事情 我也想大家了解来龙去脉啊 这个2013年年底 我呢 录选了央视年度经纪人物 这是当时的中国企业家 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啊 我挺高兴去领奖 在领奖的后台呢 编导把我和董明珠叫在一起说 你们俩能不能弄得热闹一点 你看前一年 马云跟马化仑打了个赌 就热闹了一年 我一听 人家啥意思 很清楚嘛 你看格力是脑牌的制造业巨头 干了三十年 小米新经济的代表 干了三年 这俩企业方的一笔不就有话题吗 我说可以啊 我说 董总 要不咱俩打个赌 赌一块钱 就赌小米五年之内 五年时间 营业跟他们超过格力 当时呢 小米的营业额两百多个亿 格力呢 一千两百亿 我们呢 是人家一个零头 董大姐呢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一上台 董大姐说 要读就读十个亿 我一想就懵了 这不按剧本眼啊 你说赌一块钱嘛 是开个玩笑 赌十个亿这算啥呢 赌十个亿就变成了社会话题啊 这个话题移得到什么程度 有不少网友给我留言 说你们在央视 公开巨额赌博 反正呢 我也没当回事啊 我真的没当真 但是董大姐当真呢 她这一当真 不得了 隔三差五就特别关心小米 都是这么关心的 每天你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 就特别郁闷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觉得掉到坑里去了 你知道吗 之后呢 我就成了网红 只要我跟董明珠一起出现 所有媒体的那个相机 就盯着拍啊 那个话题你都没法想象 都是这样的 全社会都认真以后 我们也不能不认真了啊 所以我们就每个季度 拿着人家隔离的财报比啊 但是咱是个小公司啊 这个我们五年时间 从两百多亿涨到了 一千七百四十九亿 涨了八倍啊 涨了八倍啊 我其实觉得小米挺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一看 这个隔离作为一个脑牌的 制造业的巨头 也很猛啊 从一千一百八十五亿 五年时间干到了一千九百八十一亿 也涨了百分之六十 其实也做得挺不错的 这五年干下来又放在一起一比呢 虽然小米干得很好 结果还是我们输了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场合啊 正式承认啊 我们的确输了 可能比较戏剧的是呢 第二年我们就赢了 大家说你以后跟董大姐打赌 不要赌五年赌六年好 不过呢 我每一次想起这个打赌啊 心里都挺后悔的 挺内疚的 我觉得我们干嘛要去招惹董大姐呢 是吧 这不都制造的吗 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反思呢 才一步一步想清楚了 我觉得2013年的小米啊 如日中天 信心爆棚 敢跟隔离去比 本质上说明我们膨胀 我觉得有时候 成功呢 还是的确很容易膨胀 这个膨胀呢 就会做很多蠢事啊 我觉得呢 后来呢 没过多久 小米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们今天反思呢 我觉得跟我们膨胀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经过这五年的打赌啊 我觉得我 我真的更深地理解了制造业 也更深地理解了隔离 我觉得隔离还是做得非常出色 我在内部也仿佛要求我们的同事们 认真向隔离学习 好 这个 打赌结束没多久 我们小米呢 就遭遇了很多成长的烦恼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 过去几年呢 我们都是高速的成长 到了16年 我们的销量 暴跌 小米呢 陷入了困境 其实在手机行业啊 没有公司 销量下滑以后能力转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大家基本觉得这个企业不行了 所以小米处在生死存亡之际 主要原因呢 是前五年 小米超高速的成长 掩盖了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在15年16年 全部爆发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风雨飘摇 压力巨大 2016年5月份呢 我亲自跳到一线 直接接管了手机部 经过认证的研究和分析以后呢 我推动了大规模的 反思 总结 然后再补课 再提高的过程 反正那个过程呢 苦不堪言 这是在那一次呢 我们办的整个手机部 全体的试试大会 其实第一页呢 我就写着刑事严峻 我觉得大家都很清楚 我说我们刑事非常的严峻 那个过程啊 苦不堪言 细节呢 我就不讲 我只是记得呢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早晨九点多钟上班 晚上凌晨一两点 我还在办公室开会 有天晚上下班 我在路上一想 那一天 我开了二十三个会 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2016年10月25号 我们办了小米Note 2的发布会 而且请得梁朝伟代言 这个发布会办完了 屏幕上出现了 One more thing 台下很安静 当我们 屏幕上显示这个屏幕 再一点亮 全场开始荒复 小米MIX发布 全球第一款全民兵手机发布 而且这款手机发布以后 震撼了全球科技界 甚至是 还被全球三大设计博物馆收藏 芬兰国家设计博物馆 法国蓬皮度艺术中心 德国慕尼黑设计博物馆 芬兰国家设计博物馆 馆长说 小米MIX代表着 未来手机发展方向 到今天为止 你们应该找不出 任何一款手机 获得如此速容的 就是被商家设计博物馆收藏的 我还没听说过 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MIX背后的故事 MIX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挺简单的 14年年初 小米的几个工程师闲聊 聊一个很高深的问题 就是五年后的手机 会是什么样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每年都可以讨论一下 14年年初 他们真的很激烈 最后呢 有一个主流型的意见出来了 就是五年后的手机 正面诠释屏幕 这是14年年初提出来了 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以后呢 但是有很多的困难 他们来找我 说老大我们怎么干 我听他们一讲 我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啊 虽然这个想法石破天机 但是如果真的能做出来 能够推动全球手机工业的发展 我跟他们说 立刻开始干 不要考虑预算 不要考虑时间表 不要考虑量产性 做完为止 这就是我当时跟他们讲的四条 这个 我也没想到 这个一干干了快三年时间 他们真的干出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 Mix一发布以后 小米这种巨大的创新能力 震撼了全球 也震撼了整个产业 然后吹响了小米 逆转的冲锋号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析啊 小米是这么小一个创业公司 它的动力 创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小米把工程师 工程师是小米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资产 我们尊重每一个疯狂的想法 当他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们可以直接推开 市优的大门说 我想干这件事情 居然就会被批准 居然一干干三年时间 这也只有这种把人才 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的公司 才能做得到 我认为这是小米最宝贵的 工程师文化 所以为了让工程师创新 创新和探索的火焰 越烧越亮 我们建立了公司最高的奖项 叫小米技术奖 奖金是多少呢 奖金是一百万美元的 受限 就是小米的股票 价值一百万美元 去年呢 我们这笔奖金颁给了谁呢 颁给了Mix Alpha的预言团队 在这里的话呢 那个 我也受我们技术委员会的委托 帮他们打个广告 他们说呢 因为我们小米的创始人 这八个人 全部是技术背景 所以我们懂工程师 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工程师文化 你有更好疯狂的想法 都有机会被实现 只要你热爱技术 只要你技术过硬 欢迎你到小米来 实现你的技术报复和梦想 在那段时间的话呢 我们的业务在一步一步的复苏 可是困难并没有解决 性价格是小米强有力的武器 其实也是我们最柔软的软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有一句老话 叫便宜无好货 也就是说你卖的便宜 就是原罪 这样使我们非常容易被有伤攻击 也非常容易被抹黑 我在想 在未来漫长的真诚里面 小米怎么能立于不败之地呢 我们只有做出世界级品质 我们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生存下去 所以17年开始 小米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质量运动 质量成了我们内部的头等大使 当然质量的提升 改进是一个非常痛苦繁琐的过程 工户不顾有心儿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到了2018年 我们小米获得了 中国质量协会 质量技术一等奖 19年 我个人获得了 中国质量人物的输入 我们今天到今天为止 我们依然把质量看得 是重于一切的 质量是整个公司的生命线 可能我这么讲 大家觉得我在讲大话 今天的质量问题 我不展开讲了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想跟大家分享 当一个企业陷入困境以后 可能很多人都想出奇招去逆转 我认为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稳住正脚最重要 那么质量就是你的正脚 只有你稳住质量以后 才能寻求突破 然后创新可以决定 你这个企业有多大的想象力 但是质量决定了 你能不能活下去 所以这句话在我们内部 是很重要的一句口号 就是创新决定我们飞得有多高 质量决定我们走得有多远 就是质量和创新同等重要 大家知道我们国际化做得非常不错 我跟大家聊聊我们的国际化的过程 2014年第二季度 我们在中国市场 智能手机市场登顶了 成为了中国第一 只用了两年半时间 然后我们仅仅在中国的销量 就排在全球第三 那个时候 投资者非常看好我们 也跟我们提了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 说小米模式能不能在全球复制 我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 决定从印度开始 2014年6月份呢 我们正式进入了印度市场 当然 印度市场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小米一去以后 势如破竹 很快成为了印度市场 最耀眼的明星 当然 好景不长 我们很快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奥斯体304 一块钢板的艺术之旅 小米4 小米4呢 14年7月份在中国发布以后 火得不得了 特别火 也严重供不应求 当时刚成立的印度团队呢 希望总部支持 找我特批了50万台到印度 15年1月份呢 在印度这个产品发布了 谁也没想到卖不动 瞬间造成了10亿人民币以上的库存 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印度公司来说 是灭顶之灾 我一听我也懵了 怎么办 那个时候中国市场上 三级手机已经不卖了 已经退市了 全部改四级了 印度特批的这批货是三级手机 运到中国来卖不出去的 50万台旗舰手机啊 是否呢 我们经过反复的布盘啊 主要还是 我们进入印度的时间太短 这个用户群的积累 品牌的试能 渠道的能力都不具备 就一把要干50万台旗舰机 这个太夸张了 但是这10亿的库存要解啊 怎么办 我们紧急成立了国际救火队 刚开始三个人 我们在全球范围里面 寻找三级市场 去消化这笔库存 这三个同事 在刚开始的几个月 跑了四五四个国家 吃了无数的闭门羹 终于找到了一批 愿意跟我们干的合作伙伴 后来他们跟我总结了一下 主要是三类人愿意跟我们干 一流选手都不理我们 哪三类呢 原来卖石油 卖天安器的 顺便想卖点手机 我在想卖石油 天安器怎么卖手机啊 反正不懂啊 第二类的呢 还靠脸谱 卖电脑 卖笔记本的 顺便卖点手机 这个还靠脸谱 但是大家知道 也基本不靠谱啊 这两个是两种渠道 第三个呢 是各个市场里 第二流和第三流的 或者不怒流的 愿意卖小米 但是我们也没招啊 就是这样一群 看起来的乌合之重 在我们全球 帮忙卖小米 经过一年半的拼搏 十亿的库存 虽然损失 惨重 但是终于 卖光了 终于卖光了 塞翁斯玛 燕之霍府 我们这个国际救火队啊 到处卖库存的渠道 居然后来成了我们 国际业务的先遣队 极大的提出了小米 全球的国际业务布局 没过几年时间 小米在全球过地的 国际业务迅猛成长 到今天 小米已经到了 90个国家和地区啊 所以这都得益于 得益于 我们当时的 这一批库存产生的危机 所带来的机会 当然 国际业务也不全是坎坷 也有很多 欢乐的时光 比如说啊 15年5月 15年5月 我在印度出差 顺便参加了 我们在印度举办的 一个发布会 现场来了非常多米粉 一听说我在场 哎呦 那个气氛热烈的不得了 我们印度的同事呢 就临时安排我 上台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结果呢 我就脱口而出啊 对 然后一下呢 整个场面呢 就非常热闹 我还没回国呢 这个视频回到国内迅速上的热搜 B站有个up主呢 还做了一个鬼畜视频 一下子我就称了B站的知名歌手 大家欣赏一下 谢谢 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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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整个国际业务呢 就是这样 一边经历坎坷 一边很多欢乐 大家宰歌宰舞的走到今天 到今天的话呢 我们有50个国家和地区 首级进入了市场前五位 我们进入的第一个市场呢 是印度 用了三年的时间呢 在印度做到了市场第一 我们现在连续几年 都是印度的市场第一 过去的两年呢 我们的主要经历呢 在欧洲 因为我们需要证明 小米不仅能在发展中国家 能够拿到第一 要在发达国家 也能拿到第一 短短的两年时间 刚刚传来的捷报 上个季度 我们在欧洲呢 已经记录了市场前三 排第三名了 更按我激动的是 在上个季度 我们在西班牙登顶了 市场第一 我们在法国排到了第二 我相信在未来 会有更多的国家 我们排到市场第一 所以整个的国际化的过程呢 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成功往往不是你规划出来的 危机是你想不到的机会 今天呢 在十周年之际 我问很多同事 我说过去十年 你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 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上市 上市呢 对小米人来说 的的确确呢 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可是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上市前夕 这百分之五的事 在上市前夕 18年4月25号 我在我的母校武汉大学 办了一场发布会 公布了一项董事会的决议 就是小米 硬件的综合净利率 永远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如有超过部分 将超过部分 全部返房给用户 那个时候 小米马上就要上市了 各位想一想 小米不好好 出去怒眼花大笔 反而要卡自己的利润空间 这不是有毛病吗 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小米很快要上市了 一旦上市成为公众企业 资本就会逼着小米 做出超额的利润 我相信我扛得住 假如有一天我退休了 我们下一任 下下任CEO 能不能扛得住 还能不能坚持做 感动人心 加个厚道的好产品呢 还能不能坚持做性价比呢 这真的是 我担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定要在上市前 搞定这件事情 我跟我的几个同事一商量 大家决定 大家觉得我们最好 弄一个由 法律协议 来约束小米的净利率 来使小米的每一代管理者 都能按这个原则来做 我们形成了这个初步意见以后 我们去找股东谈 股东一听就炸了 说你们还想不想上市 这么弄可能对上市会有影响 来不及了 还有人跟我说 说得很难听 我投资你们的时候 你们可没这么说 我早知道你们只能挣百分之五 我就不投了 我们呢 连续开了很多次紧急的电话会 有几次都谈不下去了 在最后一次 我跟大家说了一句 这样一段话 我跟股东说 优秀的公司赚取利润 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 假如你们同意我这个提议 你们拥有的有可能是一家 注定伟大的公司 就这样一锤定音 百分之五的这个决定 获得了所有股东的支持 最后呢 我选择了在我的母校 办一场发布会 因为我个人的梦想 就是源于武汉大学 所以呢 我在武汉大学 办了一场发布会 宣布了这项决定 当这个决定发布之后呢 我的朋友圈都被5%刷屏了 当然也有一些嘲笑 也有一些激哄 我们就不说它了吧 第二个难忘的时刻是什么呢 是搬家 搬到我们自己的家 小米科技园 去年7月份 我们小米科技园开园了 我们搬进来以后 小米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办公室 觉得美能美奥 我们亲切地称小米科技园叫 清河三里屯 反正我们这里离三里屯很远啊 清河三里屯 我也挺激动的 我就写了一条微博啊 我就写了一条微博 北漂 奋斗九年多 终于买房了 八栋楼 三十二万平方米 五十二亿的照价 这个微博一发 引起了网友巨大的共鸣 阅读量达到了三千三百万次 我知道 在每一个北漂行李 都有一颗买房的梦 所以呢 他们都真心地为小米在鼓掌 还有一群人啊 比我还激动 转得比我还猛 是哪一群人呢 房地产中介 他们说这是最励志的北漂故事 你看奋斗九年多 北漂啊奋斗九年多 能买八栋楼啊 接着就是 入选了世界五百强 大家看看 小米过去九年的业绩 这是多么优美昂扬向上的曲线 我们就是这样的成绩单呢 进入了世界五百强 我要写一封全员信 就同时跟我们说 哪一种 我们能不能谦虚点 装着不在意的样子 我说 咱这次就别装了吧 我大学刚毕业就开始创业 没有机会去五百强上班 我说我还是挺羡慕 林彬他们的 又是微软又是谷歌的是吧 没机会 今天好不容易 我们自己的公司成了五百强 我也有机会在五百强上班了 我觉得我们不得好好得瑟一下吗 昨天呢 我又临时改了一下PPT 因为昨天我们又录选了世界五百强 这个小米啊 作为最年轻的五百强 经常被大家拿来 跟一些脑牌的五百强比 什么苹果 什么三星 什么华为 比得我挺郁闷的 讲实话 我承认我不如他们 大家同意吗 至少我今天不如他们 不过没关系 你要仔细看一下小米的话 我相信小米 其实做的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跟大家看几个榜单啊 第一个 第一个 BCG 波士等咨询公司 评选全球创新五十强 有五个中国公司入选 五家 华为腾讯 华为腾讯 阿里 京东 小米 小米在全球排在24位 第二个也是非常权威的榜单 叫德温特全球创新百强榜 只有三家公司入选 三家中国公司 华为 小米 腾讯 小米是第二次入选 腾讯是第一次入选 德温特全球创新百强榜 也是很权威 还有一个 不然这全球品牌百强榜 小米排在全球81位 一共有17个中国公司入选 小米排在全球81位 这三个榜单都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这足以说明 小米在创新和品牌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 小米的这十年 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十年 跟伟大的时代同行 是小米的荣幸 是小米的荣幸 回首过去十年呢 真正让我们自豪的 不是上市 不是搬家 不是这些事情 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小米和所有同行一起 推动了智能手机的普及 加速了移动互联网的起飞 有一次 滴滴的创新陈维讲说 大家一定要感谢小米 小米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 推动者之一 反正看到这个话 我还是挺感动的吧 我觉得 像滴滴美团 智杰这一批 新一代的互联网的头部企业 其实都是移动互联网 那所带来的巨大的机会吧 第二点的话呢 是小米的生态链模式 带动了一百个行业的变革 成就了一大批的创业者 比如说 藏金 一个小伙子 五年前从大工厅出来创业 然后小米生态链给他投资 给他资源 帮助他成长 短短的五年时间 他成了全球扫地机器人的 领导企业 今年二月份上了科创版 我今天下午刚查了一下 市值410亿人民币 像这样的企业 在小米生态链里面 还有一堆 所以 这是我最自豪的第二点 第三点 小米甚至还改变了 很多人的命运 这一位呢 是印度 是我们小米印尼产线上的女工 艾利亚拉 几年前呢 她的丈夫去世了 她一个人呢 要养活这三个孩子 对她来说 生活极其艰苦 两三年前呢 她好不容易获得了 我们印尼工厂的一份工作 她高兴极了 因为有了这份工作 她三个孩子 才有机会 吃到饱饭 能上得了学 而且有了这份工作 她认识了新的朋友 开拓了眼界 她在村子里的地位 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提高 我们在印尼的产线上 百分之九十 都是 都是女性 我特别特别自豪的是 小米的事业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过去的十年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一场演讲 很难 很难 跟大家 讲得明白 所信的是 我们有一种方法 让想了解小米的人 更了解小米 1902月份呢 著名的传记作家 方海涛老师 采访了小米的团队 一百多人 花了一年半时间 出了一本 小米传记 这是小米的 第一本 官方授权的传记 这本传记的名字就叫 一瓦无钱 感谢范海涛 也感谢中信出版集团 这本书呢 今天晚上九点半 会全网首发 整本书有36万字 内容呢 非常非常详实 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我今天的演讲呢 其实有很多故事 这本书里都有 是因为时间所限的话呢 我们讲不了那么多故事 十年的小米呢 在一年一年的长大 今天呢 我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 我们今年的研发预算 超过了100亿人民币 我觉得小米拥有很强的 创新和探索的文化 再加上100亿的研发投入 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产品 献给大家 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呢 表达小米的一个态度 叫什么呢 叫技术为本 我觉得技术为本 在探索攀登技术的高峰的路上 永不止步 这就是未来十年小米 使科硬核科技的态度 性价比为刚 性价比呢 是我们和用户交朋友 最大的诚意 性价比呢 是我们的核心战略 无论是大宗产品 还是高端产品 小米将会永远坚持性价比 让所有的用户都可以 闭着眼睛买小米的产品 坚持做最酷的产品 才是小米永恒的追求 我们小米的所有的创始人 都是技术背景 我们都干了30年的技术 而且小米是一个 巨大的工程师团队 我觉得做最 做用户心中最酷的公司 这才是小米的愿景 作为工程师 做最酷的产品 才是我们 对这个世界的爱 才是我们 作为工程师的本分 技术为本 性价比为刚 做最酷的产品 面对今天复杂的局面 未来何去何从 像过去一样 不管不顾 猛冲猛打 可能在未来的时代里面 会行不通 如果要想躺在 过去的成绩站上 过日子 固守今天的成绩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在极度竞争的手机市场里面 绝对是守不住的 所以在小米十周年之际的时候 我们反复思考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小米是守不住的 我们只有解放思想 放下包 重新再来 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想跟大家讲 我们未来十年的三大策略 我们的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呢 重新创业 一切归你 在今天开始的小米 会用最大的诚意 开始我们新一轮的创业 我们会大胆地启用 内部提拔 外部引进 创业性人才 我们会极其慷慨地给出 创业的报酬 我们会不放过重大的 战略机遇 我们会用创业的精神 来看待我们未来的 十年的发展 至于我们如何创业 说实话 我更愿意做给大家看 而不是说给大家听 在8月16号呢 我们会公布 一部分我们重新创业的政策 和我们怎么做 第二个策略呢 叫互联网加制造 十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信仰互联网 我们依然相信互联网的方法论 我们会坚持用互联网不能制造业 在继续和代工厂 增诚合作的基础上 我们会深度地参与制造业 我们会做制造业上游的事情 我们已经致演了大量的高端装备 并以设计完成了 全自动化的高端手机的生产线 小米的产业基金 也投资了超过70家的半导体 和智能制造的公司 小米未来的方向 是要做制造的制造 就是我们做制造的上游 来全面赋能中国制造业 我觉得小米会植根制造业 然后在这个里面 帮助社会的成长 第三个策略是行稳自愿 在今天的这个阶段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会用实验的长度来看问题 做实践的朋友 做长期有价值的事情 从此在战略上 稳打稳扎 步步为营 这就是我们面对 今天的全球的危机 我们的答案就是行稳自愿 我相信 下一个十年 创新之火将会照亮 每个疯狂的想法 小米将成为工程师 向往的圣地 下一个十年 智能生活将彻底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 小米将成为未来生活方式的 引领者 下一个十年 智能制造将进一步 助力中国品牌的崛起 小米将成为中国制造业 不可夫事的新兴力量 下一个十年 小米将成为一条 蜿蜒奔涌的长河 流过全球 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奔向所有人向往的 新城大海 在未来的真诚里 相信自己 一晚无情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演讲呢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